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卢布濒临崩溃 人民币命悬一线 6月12日 美国政府祭出制裁重权直击俄罗斯的外汇结算中心 彻底切断了俄罗斯用卢布兑换美元的最后生路 面对这一致命打击 俄罗斯总统普京 荒布择路只能紧急叫停外汇交易 因为一旦交易平台敢于继续运作 卢布兑美元汇率势必会在几天之内从1比100跌入万丈深渊 即便采取了这些应对措施 一天之内 卢布兑美元的汇率仍然惨跌至200比1 恐慌情绪如野火般在俄罗斯蔓延开来 在圣彼得堡 货币兑换点前人头攒动 银行外提款的人潮汹涌澎湃 俄罗斯政府火速出台一系列措施 全力阻止挤兑 罗斯银行 天然气工业银行等大型银行 仍接二连三禁止客户登陆 果断关闭所有服务 以避免挤兑引发毁灭性的连锁反应 然而 这场危机远不止影响俄罗斯 6月14日 俄罗斯央行宣布 卢布无法直接兑换美元 只能先兑换成人民币 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民众涌向了银行 争相将手中的卢布兑换成人民币 再设法到黑市换成美元 大量人民币涌入市场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开始承压 照这样的趋势下去 中国央行被迫用美元回购人民币 这实际上消耗了中国用于维护汇率稳定的弹药 有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此次对俄罗斯的制裁表面上打击卢布 实际上是在消耗中国的美元储备 早在普京访问北京期间 两国央行就已经达成协议 确定了卢布和人民币的固定比价 为期三个月 如果这种俄罗斯民众持有人民币的情况持续下去 卢布贬值到一定程度 势必会拖累人民币 如果在中国的美元储备见底之时 美国对人民币实施制裁 届时人民币就会面临崩盘的风险 虽然中共的外汇储备不足 但习近平的确想和西方打金融战 而且早已另辟蹊径 据知情人士透露 习近平办公室甚至专门成立研究 如何搞垮美元的神秘小组 由多位金融领域的专家组成 据信已经制定了一份长达15条的行动方案 其中包括加强外汇管制 初清美债 促使中概股回归 没收在华美资产等一系列激进措施 首先中共要恢复强制结汇 这意味着如果你在中国的银行有美元账户 那么这些美元资产随时可能被强制兑换成人民币 显然这是为了把民间的美元收入囊中 其次中共还要对那些在海外有投资的人征收离境税和资本所得税 说白了就是要逼迫这些人把钱搬回国内 至于偷税漏税 统统要补齐 还要加上惩罚性的罚款 搞不好光罚款就比投资本金还要多 更为严厉的是中共把金融风险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如果肉身在中国胆敢把钱投到海外 分分钟就会被打成金融犯罪该杀就杀 至于地下钱庄之类的灰色地带一律取地 在国内中共要竭尽全力搜刮美元 在国外中共计划大规模抛售美债 动辄就是几千亿美元级别 再比如逼迫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回归 这些企业在美股圈的钱 中共自然也不会放过 至于那些负债累累的房地产企业 中共更是直接下令 先还国内的债 至于海外投资人的钱 对不起排到最后 据说习近平的智囊团还在酝酿一个大招 直接没收在华美资 美国政府在华的资产 美国企业在华的投资 甚至美国公民在华的财产 在中共眼里通通都是肥肉 当然中共自己也知道 这招有点惊世骇俗 所以一直没敢轻易出手 但消息人士透露 一旦美国因为中共在俄乌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而对其动手 中共这张王诈可能就要甩出去了 在贸易领域 中共更是明目张胆的向盟友们施压 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 中共都要求以人民币结算 至于那些在华投资的外企 想用美元结算 没门 这么搞下去 外企们肯定会被搞懵的 人民币说不准哪天就变了价 想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 还得看中共的脸色形式 5万美元以上都得乖乖排队打条去 万一哪位大佬不给批条 你的钱就得在中国休假了 本来外企都习惯用美元结算的 中共这么搞跨国企业只能转战新加坡去了 更诡异的是就算中国出口商品都让外国公司必须用人民币结算 结果事后人家想把这些离岸人民币换成美元 中共还不一定给换呢 所以外国进口商都开始琢磨 跟中共做生意就这么个德性值当的吗 因此这样的生意只能做几次 之后这些企业宁愿不跟中共国做生意了 即使中共国的东西再便宜 也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一带一路国家的美元外债 中共也要一并的收入囊中 中共之所以要这么干 关键就在于这些债务虽然是烂账 但背后却关联着大量的美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 一旦中共将这些分散的债务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就相当于掌握了一张对付美国的王牌 设想一下如果中共突然对美国说 这些债务我们只还10% 不同意就一分不还 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那些直接持有这些债务的 美国银行和投资机构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将直接恶化 股价必然大幅下跌 这种冲击很可能引发市场恐慌 导致投资者疯狂抛售 更可怕的是这种冲击很难被控制在 最初的几家机构内 由于现金金融系统的高度关联性 一家机构的倒闭很可能牵连到其他机构 银行之间的拆借 投资者之间的交叉持股 都可能成为传导风险的渠道 如果处置不当 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酿成系统性金融危机 面对中共制造的这种债务炸弹 美国政府将不得不谨慎应对 他要么选择救助那些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 要么听任市场震荡却又担心危机蔓延 无论如何他都将陷入被动和进退两难的境地 而这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他可以利用这种局面 迫使美国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 而且既可以赚取外汇 又可以冲击美元市场 中共的行为极其险恶 在大选之前不把中俄政权终结 拜登恐怕连觉都睡不踏实 这次对俄罗斯国际结算的制裁 实际上就开启了真正结束中俄政权的道路 接下来很可能会对中国采取与对俄罗斯一样的制裁措施 不仅切断Swift 还可能断绝其在国际清算银行结算中心的渠道 面对这种局面 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叫嚣要挫败任何外来势力不手软 猖狂已达到了这种地步 美国政府已多次向中共发出警告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布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讲话 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就中国为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装备一事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了我们的关切 这些装备正被俄罗斯用来屠杀乌克兰平民 我们已经付诸行动 以证明我们所言非虚 美国总统拜登 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长耶伦都曾向中方表达相同的忧虑 在外交场合所谓关切往往意味着严厉的警告 6月13日拜登总统在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的联合记者会上直言不讳 中共提供的装备帮助俄罗斯屠杀乌克兰人 这表明美方已经完成了警告的步骤 接下来很可能就是实施制裁 历史上美国在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之前 也是一再的警告日本必须投降 否则后果自负 这场货币争夺战的实质是美国主导的 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与中共主导的 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终极对决 是美元霸权与人民币崛起野心之间的殊死较量 如果美方祭出金融制裁大暴 而中共的美元储备又不足 人民币汇率就可能面临崩盘的风险 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贬值数倍数十倍 直至货币完全失去价值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中国民众手中的存款就会化为乌有 经济秩序将完全瘫痪 社会动荡加剧 现政权面临被推翻的危险 而中方的策略则是通过一带一路 数字货币网路黑客海外渗透等多种渠道 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混乱 扰乱全球供应链 瓦解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秩序 最终引发美元体系的崩塌 客观而言 美方在这场对抗中更占上风 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 中共为美国市场提供大量廉价商品 没有了美国这个最大的出口市场 中国众多出口导向型企业将面临倒闭风险 大量工人将失去工作 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都将受到严重冲击 中共有底气与美国对抗到底吗 恐怕未必 但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则要小得多 试问如果中国企业突然停止对美国出口 美国人是否将面临没衣服穿 没饭吃 没车开的困局 民众会不会上街游行 要求政府向中共求饶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尽管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占有一定的份额 但大多属于可替代品 即便失去这些产品 美国民众的生活质量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更何况全球供应链也不是中国的专利 美国大可通过其他国家添堵空缺 凭借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 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 和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 美国完全可以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 持续经济繁荣 正如美方所言 没有了中国 美国照样能分分钟过得更好 而中共在国际上则是孤家寡人 四面楚歌 孰强孰弱不言自明 每当美国不断释放对华脱钩 甚至全面制裁的信号时 中共除了在口头上喊几句 坚决反对 实则并无太多有效的反制手段 他清楚的知道一旦与美国彻底翻脸 等待自己的很可能就是经济崩溃和政权的垮台 重蹈苏联的覆辙 可以说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终极对决中 胜负的天平早已倾斜 尽管如此 我们也不能低估中共在对美博弈中的种种手段 为了对抗美元霸权 中共正在多方发力 试图构建一个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金融网络 比如习近平要求金砖国家 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货币互换规模 普京也正是金砖国家正在开发独立支付系统 与此同时 中共还在鼓励沙特阿美等大型企业来港股上市 以此慢慢蚕食美国资本市场 在军事领域 中共更是明目张胆的向美国示威 习近平不仅要求将军费开支提高到GDP的5% 还发行特殊国债专门用于军事建设 更令人担忧的是 中共还在暗中利用网络工具对美国进行隐蔽的攻击 FBI最新公布的911S5僵尸网络就是一例 这个由中共特务王云和操纵的网络 通过植入恶意软件控制全球1900多万台电脑 其中包括50多万台美国电脑 中共可以利用这些肉机对美国金融系统发动攻击 比如同时抛售或买进股票 期货制造市场混乱 进而里应外合掏空美国 除了网络攻击 中共还在利用海外华人从事金融诈骗 最近在赞比亚被捕的22名中国人 就通过散布虚假信息和身份诈骗从事网络犯罪 这些案例表明中共正将金融战网络战心理战 作为对付美国的战略性武器 力图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拖垮对手 面对中共的种种阴谋 美国必须提高警惕 未雨绸缪 打击中共操控的僵尸网络 切断其对美国社会的渗透 提升金融市场的抗冲击能力 这些都是当务之急 但从根本上说 只有推翻中共政权 铲除这个邪恶之源 美国乃至整个自由世界才能彻底解除危险 而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近期的表态 正预示着 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做出了战略抉择 作为被称为印太沙皇的对华政策关键人物 坎贝尔在6月12日公开提到了 推翻北京政权这一敏感话题 尽管他强调在目前这个时刻 推翻中共不符合美国利益 但他的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 随着时机成熟 美国推翻中共政权的行动将势不可挡 坎贝尔的表态让人联想起 美国在乌克兰军援问题上的策略 起初否认提供援助 继而态度逐步转变 这种建计式表态往往是美国政客 在重大议题上为最终行动铺垫的惯用伎俩 作为美国副国卫卿 坎贝尔肩负着为高层提供政策选项的重任 他公开提出推翻中共这一选项 意味着美国内部在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 正在为后续行动做准备 事实上推翻中共政权在美国两党中早已形成共识 当前美国对华的各项制裁施压和遏制 都是在为最终目标清除障碍 在西方国家来看作为人民公敌的中共政权必须被清除 世界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尽管推翻中共面临重重困难 但这一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从这个角度看坎贝尔的表态意义深远 他预示着美国推翻中共的时间表已经启动 倒计时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接下来的问题不再是是否推翻 而是何时推翻与如何推翻 无论中共如何避险终将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正如古语所言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历史的审判迟早会降临 这场关乎人类前途的伟大斗争 胜利的旗帜必将属于正义的一方 好 感谢您收看《混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